有些人會有主床床比較狹窄 或者是 也就是說在120個小時的時候 你去做植入根本就是 嘿大家好 我是胚胎師Daisy 那我們今天又邀請到 宋子鳥的梁醫師 嗨我是梁醫師 我們邀請到醫師要一起來 跟我們探討什麼是 三代釋管普拉斯 首先我們請來師幫我們簡介一下 三代普拉斯呢 它就是一個精準釋管的概念 包括精準受精 精準挑選胚胎 以及精準植入 也就是把寶寶跟媽媽都準備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來聊聊媽媽的部分 在媽媽的準備上呢 包括就是我們會先抽血 排除一些免疫 荷爾蒙以及血栓的問題 做子宮鏡跟超音波 去排除子宮腔有任何的問題 包括洗肉 肌瘤 中隔 還有沾黏 宿完管的檢查去排除水腫 還有檢查讓胚胎在對的時間 去做植入 那什麼是對的時間呢 一般在生理週期的時候 那在排卵後大約5天的時間 子宮內膜在黃體素的刺激下 會開啟一個讓胚胎著床的時間 所以在室管的療程當中 通常在新鮮週期 宿完後大概5天 那以及冷凍植入 使用黃體素 120個小時的時候 會進行做植入 那大部分人都是120個小時嗎 有些人會有著床窗比較狹窄 或者是 避免的情形 也就是說在120個小時的時候 你去做植入根本就是在 不對的時間 那我們有什麼檢查可以找到這個著床窗呢 這個檢查叫做ERA 也就是子宮內膜溶壽性的檢查 我們會先用一個模擬植入的週期 我們使用黃體素120個小時的時候 以軟管的方式 就是子宮腔裡面吸取一些子宮內膜 將這些內膜送去做檢查 檢查就會告訴你 它是不是在對的時間 報告會告訴你 真正適合植入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們就會根據適合的時間 去調整我們植入的時間 那當然也有少數的人 他不適合使用荷爾蒙 一個檢查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用破蘭針再加7天的時間 去取代荷蒙 120個小時的時間 去做這項檢查 根據之前的研究 跟我們院內統計 其實大約有1%的人 他的著床窗是有便宜的現象 喔1% 三個人就有一個人耶 感覺就像在賭博一樣 其實底力上是有比想像中的高 他媽的部分準備好了 那接下來就要來準備寶寶的部分囉 幫寶寶做一個 黑胎著床前的染色體檢查 就是俗稱的PGS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到底要怎麼做呢 因為我們先來看一下 什麼是精準受精 好 那我們看這個影片是不是有一顆卵 然後旁邊有一隻針 針裡面有一隻蟲 我們現在這一隻蟲 他就要被注入這個卵子 這是一個受精的過程 然後我們把它注入卵子裡面 然後讓他受精 受精完之後 我們就會進入胚胎培養 你看這個胚胎的分裂 他就會從一個細胞 一直分裂出來 一直分裂出來 最後變成一個很大的難配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準備做采樣囉 我們就會在采樣的時候 還會在軟殼打個鬥 所以你看我們采樣的時候 細胞都是有點吐出來的 那我們就會采外面這一群細胞 一直一看這個細胞裡面 有比較致密的地方 這個就是內細胞團 它是將來發育成寶寶的部分 那我們是不會采樣這個地方 我們采樣的是 將來發育成胎盤的部分 這樣成細胞團 我們采一點點 大概三到五個細胞 好那接下來去做采樣 就是為了要精準挑選 挑選一顆胚胎染色體的 正常的胚胎 我們再來去做植入 所以哪些族群適合 就是這個三代四款普拉斯呢 一般來說我們會建議高齡 反覆著床失敗 跟反覆流產的族群 來考慮這樣的一個檢查 但是有一些人 可能胚胎並不是那麼好 容易獲得 譬如說 卵子庫存量本來就比較低 或者是說他的受精培養的過程 並不容易得到一個胚胎 那以珍惜胚胎的一個角度 我們也會建議考慮 三代普拉斯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今天聽完我們討論 還有什麼問題 想要做詢問嗎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那也要記得訂閱加按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